近年来 预售屋的市场炒作哄台 影响不动产市场交易秩序 旧学者认为应该将预售制度废除 不过房市专家认为这是天真浪漫的想法 形同是因业废实 而且目前市场的供给有八成就是预售屋 如果废除了预售制度 市场供给将会大减 资金往城屋市场炒作 房价恐怕使会涨更凶 接待中心 抗屋民众减少许多 房市降温北台湾新城屋预售屋交易市况的 助展风向球五月来到联石率 不过这几年受到原物料上涨影响 房价越来越高 旧学者认为应该将预售制度取消 对此房市专家李同荣却认为 这个做法是因噎废实 只是想说我废掉就没有这些纠纷 但是问题房市的纠纷 不是完全是预售丑产生出来 所以你赌了用防赌的政策 倒不如你用苏宏的政策会比较正面 预售制度行之有年 如同期货有杠杆利益和风险 李同荣认为现行制度 只要转售纳税严格控管 金流严格稽查加上检举制度辅助 就可以有效抑制预售物的炒作 如果有妥善的监督执行 就会产生四赢局面 建商他可以资金可以干档操作 比较减少他的成本负担 那么消费者可以分期负款 手购的人负款就比较轻松 当然是领域担保 还有一些说自家人去担保这种弊端 那这个是可以修正的 我是觉得说的法 它是制度面不好可以修 助展杂志研发展何市昌表示 目前市场供给有八成是预售屋 如果废除预售制度可能导致供给不足 资金转到城污炒作 到时候房价恐怕涨更凶 且认为现阶段房价上涨 主要是个别地区供需失衡 加上营件成本攀升 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去严加规范 才是解决之道 记得徐山吴国豪台北采访不到